本期的车身箱单 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台紧凑型轿车 来自于江汽集团的四号A5 四号A5的外观年轻个性 多边形的中网内部采用了直扑式的设计 前包围的设计样式也很有层次感 让前脸看上去不会显得单调 车身侧面造型很有流线感 并且四号A5还采用了鲜辈式的设计 实用性也得到了提升 车尾的设计与车头相互 层次感非常的分明 还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 那内饰的设计比较简洁 但液晶仪表和中控大屏都没有缺失 科技感做的还不错 动力系统部分全系车型都搭载了一台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50马力 风制度距210牛米 传动系统有6档手动 以及CVT变速箱可选 四号A5全系共有5款车型 售价区间7万8800到11万5800 近日本田公布了全新车内空间设计语言 那从途中可见 这一全新设计传递了简洁的理念 减少了车内布局的复杂性 重现出了一种特别高级的用户体验 那中控台的线条清晰且工整 看起来十分的舒适 采用了较小的按键 这一切让车内空间营造出了宽敞的感觉 那此外 中控台中央悬浮屏的设计 颇具未来科技感 并营造出了一种开阔的视角 2021年4月本田公布正式发布了 第十一代西语亮台 也就是海外版的官图 那这台车 还有可能将会搭载最新的内饰设计 日前我们从长安官方获悉 全新长安CS5 Plus将于9月份内正式上市 同时根据此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新车未来将会与现款CS5 Plus同堂销售 那外观方面 它采用了长安品牌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风格 明显趋约于现款车型 车身侧面 新车的线条更加圆润 与造型方正的现款车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车身尺寸方面 轴距为2656毫米 比现款长出了6毫米 内饰方面 新车采用了 产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整体看起来非常的舒展 质感联好 黑与红的搭配 让人感到年轻运动 动力方面 它将会继续搭载1.5K发动机 与发动机匹配的 则是7速双离合变速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